今天已經不是針對一個 到底問政好不好的立委來進行罷免 今天如果連中國 都這麼清楚的表態的時候 其實你就可以看到 這是一個我覺得是紅藍合作 把手伸到臺灣的民主選舉 把手伸到臺灣的國會殿堂 為什麼我講後面這一個 因為他的戰術很清楚 罷免陳柏惟 罷免林昌佐 那委員剛好在這邊 現在外交國防委員會的藍綠比是8比5 可是郵院長不能投票 所以是7比5的狀況 今天如果真的如國共兩黨所願 罷免林昌佐 罷免陳柏惟 那就是5比5 那你不要想這兩個罷免 還會有人補進來嗎 那任何一個藍綠的人補進來的話 你在外交國防委員會的多數就是什麼 就是國民黨 所以所有的敵情都變成環境了 所有的這個本來外交上面 本來應該叫臺灣的 全部都不能叫臺灣了 那像這個場景是誰行 我國也不行了 那當然 預算能擋能卡的 很容易的 全部都擋住 全部都卡住了 外交國防委員會 所以我真的真心的認為 北京他更後面看到了 這樣子大的陰謀存在 這一場罷免陳柏惟 你從央視的這樣子展露出來 這麼大的一個對這個 朱立仁主席的一種激勵 對他的鼓勵 對他的鼓勵看起來 看起來更像是 宏蘭要把手伸進去我們的外交國防委員會的起手式 因為有了陳柏惟 下一個就是林昌佐 如果我們看到這樣大的一個格局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這已經不是一場單純毀滅陳柏惟 可能是要毀滅台灣民主 來我請教我重點話 一場全面性的人格毀滅 可以讓一個台灣最大的在野黨 以中國為價值的在野黨 去霸凌欺壓一個以台灣為價值的在野黨 激進黨嗎 可以嗎 現在看起來可能會成功 為什麼 其實這個做法很典型的 就是利用民主制度在破壞民主 因為其實我在幾天前看到在網路上 有網友去計算國防外交委員會 現在兩黨的席次 發現了一個非常可怕的巧合 是現在民進黨是多了兩席 多了兩席 正好就是陳柏惟跟林昌佐 所以如果這兩席被罷免掉了 那補選又是國民黨當選 很有可能國防外交委員會 以後是國民黨會過半 那當然 雖然在院會到院會還是有二三讀的程序 但是你光是在委員會的時候 就會造成很多困擾 比如說剛剛是已經講的 現在在省2400億 加強海空的這個戰力的部分 他是要給你卡委員會 我是招委 我就排一次案 排安全變成我的 然後從此之後 我就再也不排案 你就光一拖 就不知道要拖多久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陰謀很可怕 再加上昨天看到央視海峽兩岸那個節目 可以公開對朱立倫下指導期 我覺得這後面的這個內情越來越不簡單 顯然看起來朱立倫回給習近平那個電報裡 除了我們表面上看到文字之外 可能裡面還藏有一些暗語 是我們當時沒有發現的 那現在逐漸發現這個暗語是什麼 這個暗語其實很簡單 就是我把陳柏惟跟林昌佐罷免掉 然後記不記得朱立倫最 所以他在當選的隔天去洩票的時候 他就主動提說要把年底四項公投 當作是隔魁的不信任投票 對 就昨天海峽兩岸說實跟他一模一樣 是 你不覺得這兩邊就串起來了嗎 所以呢顯然 雖然明年底才有縣市長選舉 二零二四年才有立委跟總統選舉 但是國民黨朱立倫為首的這些人 顯然已經打算從現在開始要癱瘓台灣 為什麼我用癱瘓台灣 他不斷的提罷免案 然後呢用這個公投 這個議題就吵到今年底 到公投到年底為止 那明年接著可能就是縣市長選舉 所以等於是在未來的這一年 又差不多三個月的時間之內 台灣的整個政治氛圍 他會陷入一個高度的不安定感 可是這一年半 對我們台灣來講 他是多麼重要的時刻 我們的疫情快過去了 我們準備經濟要重新復活 我們全球的供應鏈 特別是半導體的產業鏈 我們要重新佈局 要加入全球的供應鏈裡面 接著我們還有很多 如果等一下我們會談的 中國最有可能攻台時間是在明年 所以這一年三個月 對台灣來講是多麼寶貴的時間 那如果我們最後這一年三個月 是虛耗在國內的這些政治氛圍裡面 其實對台灣來講是非常大的傷害 所以我覺得越看越覺得 國民黨這一出罷免 因為朱立倫的態度改變非常奇怪 原本在黨主席選舉前 他是幾乎不提陳柏惟這個罷免案的 感覺好像是江啟臣的事情 可是當選之後 突然態度180度大轉變 馬上積極的去投入陳柏惟的罷免案 大家不覺得說 那這中間如此巨大轉變 他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他接收到什麼訊息 或者說他突然想到了什麼事情 他為什麼要突然180度大轉變 現在看起來這個答案好像已經越來越清楚了 顯然這背後是有人在下指導期的